虽然说我们的空间整个是做一个开放打开式的设计 可能方便我的宠物进进出出 可是呢有些空间上的区隔还是做得要够清楚明显 进来的人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区域吗 好比玄关区要怎么界定呢 对 玄关区的话大部分都是拿来摆放一些外出用的鞋子 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有做一个鞋柜的设计 对 这个鞋柜其实也区隔了玄关跟餐厅之间的空间吗 对 在玄关的部分我们除了做这个鞋柜来区隔这整个空间之外 我们还在天花板的部分做了一些小小的修饰 那加上一些线板来呼应整个空间的设计 那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照个镜子 所以说我们特别在玄关的部分做了这个穿衣镜来使用 对 它使用的灰镜相信也会比一些铭镜的设计来讲会有一些质感在 而且也不会那么利直接这样子反到人的部分 对 好 我刚刚说过虽然我们是比较新锐有想法的设计师 但是一些传统上面的一些观念你还是有在顾虑到 好比说我就想过了一开门其实到底我就是看到底的窗户的话 真的风水上就是穿膛杀 这个你有考虑到吗 有 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做了这个就是进门的时候可以看到有这个拉门在 对 那上面的话有做一个水波纹的玻璃 对 让它其实关起来的时候压迫感不会这么大 然后也可以引一些光进来我们的玄关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 平常如果我们要出门把这个拉上的话 也可以避免说我的狗狗一看到我回来就在这边门一开它就冲出去了 对 还不错嘛 对 而且像如果当只有这个主人跟它的宠物在家的时候 这个把它推进去 其实空间很开阔 我们就并不用担心说外面有没有人立刻会进来这样的问题 没有穿膛杀的考量 对 OK 这样的设计很清楚的就把玄关给接定出来 来咯